轻轻替补登场收获五杀 并且拿到两个MVP 稳住了他的M6电竞椅 鲜宇的夏天可能要提前结束 RW侠成为了背景板 而TTG两连上之后 直接剑指S2 这场比赛的首发是鲜宇 轻轻第二小局替补登场 打得并不出彩 本来以为TTG要走远了 可是第三局 他直接用狂铁拿了个五杀 团是RW侠先开的 而且TTG先倒了两个人 右下角可以看到 Fly的粉丝已经振臂高呼 在庆祝了 但此时轻轻站了出来 二三进场瞬间爆炸 一技能又收掉RW侠射斧 追杀真机之后再回到找露娜 主角登场 五杀到手 可能是因为上一局拿了五杀 第四局风军直接奖励轻轻轻一手绝火芈月 他为什么叫通天边路 当年芈月这个英雄可是占了不少画面 这局轻轻直接前期拿红buff 玩对抗路的玩家应该都明白 没有人支援的话 对线根本就没法打 Fly也只能归缩在塔下 而青青的芈月还不仅仅是带线 参团的频率也不低 并且狠敢操作 本来这波团已经可以结束了 但青青强行飞回去打司空阵 和风霄配合带走了花云 硬开了一波节奏 在TTG的红区 芈月和飞对A 无双被打残准备撤退 哪吒直接飞过去收割 然后小白熊一个追着三个打 RW侠想撤退都撤不掉 最终TTG打了一波团面 成功将比分扳平 残血活了下来 花云倒地 不足够武在继续追击 而能他再飞一下 但是他还有个血包 陈锋能被烫死吗 烫死了 还在继续追 一个狂铁 有能量这火火 决胜局轻轻又选出了马超 本来RW侠有优势 但弗赖这局的失误真的很多 这波龙坑团战连波开得很好 子幻的真机没有任何技能 是必死 但弗赖交了二闪加大招 全技能用来收真机 第一时间没有去正面 这一波的连锁反应 就是当轻轻马超过墙之后 弗赖已经没有闪现追击了 让轻轻得以思学跑掉 双锋二划二之后 张飞第一时间并没有大招 但RW侠此时完全没有看暴君的意思 他们的选择是反红 只留下一个沈梦西看视野 也直接导致了暴君被TTG白白拿掉 说实话 这把弗赖的团战挺好发挥的 这把夏诺特其实是一个隐患 就TTG这边没有那么好处理夏诺特 严出法随 Fly出现在TTG的红区处于脱节的位置 翻番一吼 极限距离控住Fly 让RW侠其他人也没办法接应 Fly又出现了一波掉点 刚说这把TTG很难出你这个夏诺特 他直接一个人冲到那里面去 直接送了 我的天 而最后一波也是Fly和花云代线 被TTG反包 一波零花二之后 TTG直接就让人追三了 Fly成为了轻轻的背景板 确实打的有点难受 TTG的两连胜也让他们冲击S组的希望大增 轻轻的回归非常关键 以这样的方式回到赛场 这电竞已是坐稳了 属于他的夏天也正式开始了